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等官员1月26日宣布 联邦调查局FBI和国际合作伙伴 瓦解了全球排名前五大 主要以医疗团体为目标的 Hive勒索软件犯罪网络 另包括医院和学区在内的诸多受害者 免于支付高达1亿3000万美元的潜在赎金 当局未宣布逮捕任何人 但表示未提出刑事起诉 正列出该组织成员 勒索软件是全球最令人头疼的网络犯罪问题 欧洲刑警组织声明表示 包括石油跨国公司在内的80多国企业受到Hive威胁 有13国执法部门正设法渗透 美国政府去年咨询报告称 Hive勒索软件2021年6月到2022年11月 攻击了全球1300多家企业和政府关键基础设施 净收入约1亿美元 FBI已向全球约1300名受害者提供解密密钥 但FBI局长雷伊表示 只有约20%的受害者曾向执法部门报案 所幸他们可以识别并协助许多未报案受害者 美国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 1月26日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以回应亚特兰大事近日演变成暴力事件的一系列抗议活动 肯普召集多达1000名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成员 并提供相应资源来应对抗议活动 紧急状态将持续到2月9日结束 据悉 在上周 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事 一起针对当地执法部门枪击事件的抗议活动 演变成暴力事件 示威者放火焚烧了一辆警车并造成其他破坏 11日 26岁的曼努埃尔·特兰 在一次突击行动中被警察枪杀 根据乔治亚州调查局的说法 特兰开枪打死了一名州警 随后被执法部门开枪打死 但抗议者质疑执法部门对导致特兰死亡事件的描述 并呼吁对该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北加州半月湾两座农场大规模枪击事件出现重大突破 造成妻死一伤惨剧的66岁华裔嫌犯赵春莉 1月26日在狱中接受多家电视台采访时坦诚杀人 声称在农场工作时间长且遭年霸凌数年 向雇主反应却未受重视 他透露自己承受某种精神疾病的痛苦 犯案时神志不清后悔犯案 他表示来美11年持有绿卡和太太同住在美国 40岁的女儿则在中国 作案时使用的枪支则是在2021年购买 凶案现场之一的加州大地花园发言人奥特斯表示 赵春莉与妻子住在该农场内 但农场对于任何人曾提出霸凌投诉并不知情 赵春莉控诉农场工时过程后 加州政府已派人员调查发生枪击案的 两处农场的工作环境与情况 也让加州农场工人经常在危险环境中工作的状态曝光 加州州长纽森24日曾视察该农场所在的社区 并与受害者家属及农场员工会谈 他表示部分农场工人住在货柜屋 没有健保时薪9美元 远低于该州规定的15.5美元最低工资 近日来随着中国取消入境隔离措施后 不少海外华人都非常关注中国何时恢复原有的10年多次签证 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今年1月8日中国政府进一步优化了外籍人士付华安排 恢复审发定居访问过境商务团聚以及探亲和私人事务类签证 但复华旅游就医室游的签证申请暂时不受理 2020年3月26日之前颁发 仍在有效期内的多年多次签证也仍暂停使用 持有2020年3月26日之前颁发 仍在有效期内的多年多次签证的人员 现阶段如有复华需求 现行政策调整前 使领馆可免费未有付华需求的申请人 审发半年有效两次入境的短期签证 旅游、就医等暂不受理签证申请除外 现行政策调整后 即2020年3月26日之前颁发 仍在有效期内的多年多次签证 恢复签证功能后 对有关签证已与有效期的 使领馆向签证持有者 免费发放有效期与2020年3月 至签证失效日期 大致相当的多次签证 对有关签证仍在有效期的 待签证失效后 使领馆将向签证持有者 免费发放有效期 与签证停用时间 大致相当的多次签证 中国驻美使领馆 于近期陆续恢复 领事证件大厅对外办公 现场受理签证申请 有关最新签证申请流程和要求 民众可登陆使领馆网站 查询了解 рос Morning 明镜喜可想法 旁یں 是 stain 灯